民進黨從來沒有接受萊豬進口 從來沒有 你要告訴大家有 那就是騙 想要觀點來一評觀點 歡迎收看 偉漢觀點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八點鐘 今天是耶誕夜 先祝大家耶誕夜平安快樂 但立法院今天不平安 今天立法院不快樂 萊豬的九項行政命令的表決大戰 在立法院展開 那我錄影的時間是早上 我還沒有辦法完全預測 晚上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又丟了什麼東西出來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 不管有多少的民進黨的綠委 拒絕當萊委 沒有投票 弃權 或是投反對票 最後不會影響萊豬 將在明年1月1號來台灣 讓台灣人吃下肚的這個結果 改變不了的 民進黨它有過半的優勢 國民黨它只有30幾席 就算你睡在立法院 終究萊豬還是會來 但是萊豬會來 台美的關係 民眾的健康 我們可以一一跟大家分析利弊解釋清楚 但今天的委憾觀點只有一個重點 叫做可以變 不要騙 昨天我跟民進黨的議員在節目當中同台 那一上來立刻就是整套的 就是這個太極拳啊 或是八極拳啊 把它一套打完 講的就是從頭到尾 我在想說論述怎麼都一樣 跟蔡總統講的 跟這個蘇院長講的 都是87分像 那種一樣 是不是中央廚房有個小冊子 這個萊豬縮帖 怎麼說 最重要的一點 是民進黨過去曾經反對 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可是呢 在2012年當Codex 國際食品法庭委員會 通過了10PPB的殘留標準以後呢 民進黨上上下下就都同意了 可以變不要騙啊 當一個議員這樣講 兩個議員這樣講 三個立委這樣講 十個官員這樣講 連總統都這樣講的時候 民眾可能聽了100次 謊言都變成真的了 今天 維漢就用實打實的證據跟論述 還有時間軸告訴你 這是謊言 可以變不要騙 先看3月7號的這個記者會 零檢出有沒有 注意時間軸 摩叫做A型的人最估謀 2012年的3月7號 我都不跟你講2009年的 好啦 再Cue一次好了 以前Cue過 2009年的反毒牛遊行 這是蔡總統嘛 有沒有 一直到 我不講2009了 因為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Codex 那個關鍵的2012年的7月5號 2009年把含萊劑的牛叫毒牛 這是民進黨呢 害台灣民眾擔心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也常常說 蔡糖吃菜菜咖啡啦 現在台灣的民眾為什麼六七成 反對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為什麼台灣的民眾擔心萊克多巴胺 這一個添加物 因為民進黨告訴大家害怕啊 對不對 所以你以前吃菜 你是菜糖 最後呢 你就是菜咖啡 現在民進黨對於推動萊豬的 種種主力 不是國民黨給你的 是你自己給自己的 2009的反毒牛 我不講了 2012年3月6號的這個 零檢出記者會 我也不講了 因為民進黨講嘛 啊 那個時候還沒有國際標準啊 對 你可以撇得乾淨 那我就跟你算得清楚 3月的時候 還沒有國際標準 所以你說零檢出 但是 現在包含總統院長 立委議員都一直在講的 我們在 Codex訂出標準以後 就已經同意萊豬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偉翰告訴你 2012年7月5號 國際食品法典委會Codex 通過10PPP的殘留標準之後的 第二天 7月6號 民進黨開了一個黨團的記者會 代表民進黨的立場 主持記者會的是陳廷菲委員 在他右手邊的是劉建國 左手邊是田秋景 這三個人代表民進黨團 出來開記者會跟社會大眾 發布對於Codex訂出標準之後的看法 陳廷菲委員先講 對於國際的這個Codex標準 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但是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他訂他的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 他當場提出了WTO的SPS 更嚴格標準 要求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當時通常是馬英九 用更嚴格標準 比照歐盟拒絕來記 不信你看 但是我想不論是 在整個國際的標準如何定 民進黨還是堅持 捍衛台灣人民的健康 尤其在WTO SPS當中 明定的非常清楚 只要捍衛國人的健康 我們還是可以制定比較嚴格的標準 所以我們還是堅持 我們希望執政當局 應該參考歐盟模式 參考歐盟模式 訂出更嚴格標準 是在CODEX訂出了標準以後的第二天 民進黨的立場 沒有同意來記 依舊反對來記 而且認為應該跟歐盟一樣 拒絕來記 更嚴格標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陳提菲當天的記者會當中也講了 不是只有標示產地啊 你要把未來美牛到了台灣以後 含來記的美牛 要標示每一塊牛肉上面的 萊克多巴胺的含量 我們來聽陳提菲的說法 強制標示的部分 不是只有要標示萊原地而已 而必須標示瘦肉精的含量 那麼人民才能去挑選 是否要餘餘餘購買 不只標產地 還要標萊劑 標每一塊肉上是否含萊劑 連萊劑的含量都要標 當天的記者會基礎是CODEX CODEX通過是69比67票 那麼只差兩票代表什麼意義 劉建國告訴你 這是美國的政治力 69比67 美國運用這麼強而有力的政治力 來凌駕過於整個CODEX 在做最後的一個決定 不是壓倒性 不是絕對多數的一個票數 劉建國說 美國用政治力影響 讓CODEX訂出一個69比67 差兩票的CODEX殘存標準 就是因為美國想要把 含萊劑的牛豬肉賣到世界各地 這是美國的政治力 當年在通過了10PP的殘存標準之後 他也是反對的 第三個發言是田秋勤 他跟大家講什麼 他開場就講 到現在我才記得 他說在野黨的反對 當時你講在野黨嗎 是執政黨跟美國談判的籌碼跟本錢 來聽 相信在野黨的反對 是執政黨去談判的本錢 國會的反對 是我們的政府去跟美國政府談判的本錢 所以現在國民黨在反對 民進黨在怕什麼 國民黨應該要越反對 民進黨越高興才對 因為國民黨反對的越多 我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我才可以跟美國談判的本錢啊 跟他要求必要是來劑不是嗎 過去當在野黨說 啊我們這邊抗爭了 是你執政黨談判的本錢 現在變成執政黨了 在野黨抗爭叫做不愛台灣 叫做是舔共 這裡有人講說 反對萊豬就是 這個支持中國大陸 這種說法都跑出來了 還有一點 就是專業的問題 大家現在都沒有在討論 那個Codex的標準 到底10PPO不OK 田秋勤早就告訴你的 是 我文章也早就寫過了 林潔良 俠一 毒物專家他怎麼說 他告訴你什麼10PPV 2.5以上呢就不能吃了 林潔良醫生就說過 即使開放 我們的標準只能2.5PPV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環境 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有毒物 這裡面講得那麼清楚 我們18歲以下的孩子 肝功能 發育還不完全 吃了有瘦肉精的牛肉 是沒有辦法代謝的 對瘦肉精是沒有辦法代謝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各個賣場 表示18歲以下孩子不得使用 這些說法都是2016年的7月6號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在國際食品法典為Codex 通過了殘留標準 而現在蔡總統跟蘇院長都告訴你 從那天以後 民進黨已經接受來寄了 的之後的說法 劉建國 陳廷飛 田秋吉 他們的講話的內容 跟現在的國民黨立委87分相 不是一模一樣嗎 毒性太強 不能吃 小孩不能吃 無法代謝 必須標示 強制標示 不值產地 還要有萊劑 然後還告訴你 Codex的東西69比67 根本差的不多 國際的標準 應該更嚴格 採取歐盟標準 都是民進黨立委 在Codex訂出標準之後說的 那你說 哎呀 那才差一天啊 蘇丹昌來不及 勸他們學愛樂嘛 那再往後20天 7月25號 直接調出立院公報 觀眾朋友 在隔了20天以後 當國際已經有標準 民進黨也反覆推敲 經過黨團開會討論之後 當年2012年7月25的臨時會 有關韓萊劑美牛 進口台灣的那一場表決 民進黨立委除了林淑芬 我特別點名林淑芬 因為這一次的萊豬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意思表示 棄權之外 其餘45位民進黨立委 通通反對含萊劑牛肉進到台灣 你跟我講2012年7月5號 Codex以後 你就已經接受國際標準 可是你的言 你的行 你的一切動作 都是繼續反對萊劑 不只反對萊牛 而且強烈反對萊豬 時間繼續往後推 所以2013年 Codex訂出標準10個月以後 3月6號地點在雲林 縣長李靖友 立委劉建國 繼續舉牌 美豬進口總統下台 Codex已經有標準了 你不說你幾期啊 你幾期之後還說你總統下台 你下台幾點 這是2013年 同年當時還沒有很紅 現在紅後半邊天的 陳吉仲主委 他是中興大學的教授 他發表了文章告訴大家 這個事情絕不可以啊 如果一旦開放了美豬 將會影響台灣豬農的生計 750億的產值啊 打死都要擋 2013年 2015年 蔡英文總統到了美國的國務院 回來以後呢 總統大選的辯論會當中 朱立倫開始質疑他 你有沒有可能要開放 含萊劑的美豬 蔡總統說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目前都言之過早 影片就在這裡 大家等一下給點去看 講完之後 蔡英文總統當選了 當選以後 有一個看陶麻 不知道西華的準農委會主委 曹啟宏 接受聯合報的專訪 4月23號 他說呢 美國這麼大 我們哪有能賴阻擋啊 講完以後立刻掀鍋 大家也罵半天 靠誰 靠花媽成曲 嗯 出來講話了 啊 現在美豬還是不可以啊 然後才把這個風波給平息下去 可是 馬上520蔡總統上來了 曹啟宏也當成農務會主委了 怎麼辦 它會不會開放呢 於是才會有全台烽火 包含了林佳龍 包含了賴清德 各地縣市政府 訂定食安自治條例 零檢出 豬肉絕不可以含瘦肉精 所以已經現在講到2017年了 2017年還有一個誰 剛剛講陳吉仲 現在再講陳時中 陳時中部長2017年告訴大家 日本核食跟美國含萊劑的豬肉 絕不可能 如果有一天要開放 也一定要比國際更嚴的標準 否則我用烏紗茂對賭 這個關寧可不做 哪有支持萊豬 哪有接受國際標準 一路走來就是沒有 最後接受的那一天 就是2020年今年的8月28 下午3點半 風和日曆 總統突然宣布 豬洋變色 態度全部的改變 我今天講這一集 我現在的觀點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不是成口舌吃塊就好了 啊你都那樣你都那樣啊 啊國民黨以前都來牛啊 現在反什麼萊豬 我就舉一個例子大家就聽懂了 國民黨以前蔣介石當總統的時候 還是戒嚴時期 當時總統是國民大會舉手選的 那事情已經物換形 以現在到我們的民主社會 已經人民人人自己一票選總統了 難道你民進黨2000年政黨輪替 接下了國民黨的政權之後 要去恢復到國民大會選總統 讓人民不要有能力選總統 然後再去問國民黨說 啊你們以前也都是國民大 國民代表 國大代表要選總統啊 為什麼現在要人民直選嗎 重點不在國民黨會不會再站起來 重點在民進黨讓民眾失望啊 民進黨現在完全不進步 變民主退部黨了 你過去反對萊牛 你也反對萊豬 而且你反對萊豬的時候 還告訴大家 萊豬的吃死比例是牛的七倍 所以國民黨做的事情 如果是一分二 民進黨現在就是七分二 你讓比吃萊牛更多的萊豬 要進到台灣 還講得正正有詞 好像你自己一點錯都沒有 我今天用這些例子舉出來告訴大家 民進黨從來沒有接受萊豬進口 從來沒有 你要告訴大家有 那就是騙 當然你變了 你要跟美國好 可是國民黨也要跟美國好 你當在野黨你反對到底 所以我說現在所承受的這些反作用力 都是民眾的反彈 民眾為什麼反彈 因為民進黨告訴民眾 遇到萊豬你要反彈 蔡棠 蔡喀系 民進黨變了 民進黨不承認 違憾觀點告訴你 證據全部擺在這裡 每個連結等一下我都貼在下面 結論就是很簡單 六個字 可以變 不要騙 就是這個禮拜我們的違憾觀點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評觀點 YouTube頻道 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下個禮拜 記得 你們 Nazis